之前叫做什麼? 轉數碼 張木頭 對 快必叫你張石頭 張石頭 你今天叫轉數碼 轉數碼 因為看就知道是轉數碼 就是人家銀行的轉數塊 你就是轉數碼 就是以退為進 因為D100現在有一個轉數塊的系統 可以付錢 洗膜 這些東西 我就是轉數碼 厲害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在公司連升三級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假裝不懂 但其實刷路西鞋 我也想了兩個星期 厲害 那我看看邱騰華可能是你爸爸 邱騰華連升三級做特首 是不是邱騰華是你爸爸 他叫邱富郎 幸好我不是姓邱 你不是姓邱 你姓陳 你真是邱來也邱去 掉眼淚 不要掉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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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帶了些什麼 我剛才都進來 他也是這樣 今早我又見到這個學生 沒有 站板而已 站板而已 厲害 我第一個見到別人這樣做這些 就是喪普 喪普 喪普是 說大家不知道 喪普做節目 每次都寫得密密麻麻 你知道喪普也很近 你熟不熟他 我經常想問他這個名字 有沒有意思 跟你熟不熟 沒有問過 是偽名 我當然知道是偽名 他真人姓邱 我想會有人姓喪 大家是禮事嗎 是嗎 屋喪嗎 喪士多 喪士蜜 那些 例如香港的主持 那些 你笑我當然這麼說 你還笑喪士多和喪士蜜 喪普的爸爸 喪士多 喪加狗 誰會有人姓喪 我當然知道是 是偽名 我只是說他有沒有意思 例如林植 林植是來自一個夢字 你也知道 林植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林植的名字是拆字 一個夢字 上面一個臨 下面一個直 叫夢 簡體字 所以變成林植 他真名字不是林植 林植的名字好像叫黃偉文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差那麼遠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黃偉文 是呀 跟Y文一樣名字 林植 OK 那Y文的真名字 可能叫林植 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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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你用了不同的名字 理論上 你的運程就會跟著那個名字 所以有些藝人 為什麼改名字 就覺得自己的運程不好 陳耀璋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紅 你就試一下 對 每個星期做個新名 什麼張石頭 什麼轉數慢 如果有一星期 你會發現 那天特別一點 別罵你 但是讚你 以後就用著 成功了 就用那個名字 你知不知道 章字 我們Pantry的Cat姐 經常叫我 你不要用木字邊的章 因為你不聰明 你不如轉其他章 你用章狼的章 小小的章狼 走得很快 黑鏡就打不到 章狼 黃字 蟲字 叫蟑螂章 葵字 張石頭 張石頭 你說什麼 剛才我們在笑這個姓桑 我說 例如主詞 兩個字 多數都是偽名 都未必 例如司叔 傑斯 傑斯 傑斯當然是偽名 難道他姓傑 不是姓桑 是姓桑 我們這些主詞 對 對 對 大家來是 李傑 李傑 你真是哭喪 好像很壞 我們在笑主持人 不要笑主持人 不要惹如同事 不要惹如同事 藝名也是好事 因為有些藝名 會令人特別容易記得 梁偉文 原來林夕姓梁 我不是黃偉文 跟Y文一樣 偉文 沒錯 好名 有個位字 但黃偉文也有兩個 你要知道 商台時有一個黃偉文 不是Y文 不是另外一個 那位黃偉文 也有在D100做過 說實數那個 是嗎 是 黃偉文 是 所以撞名是不奇怪的 撞名是不奇怪的 那位是黃偉文 學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知道久不久 都會有些朋友說 好像新人 還是比較慢一點 不要緊 給大家一些機會 所以就叫轉數碗 沒錯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繼續改進 謝謝 但在新人來說 Francis算不錯 算是挺青 不好 你看他的頭也青 什麼都青 他眼光光又青 他很用心 我還覺得自己需要很多改善空間 改善空間 改善空間 尤其自己的懶音 懶音是最重要的 你常說恆生銀行 恆生銀行 OK 你常說恆家 我們其中一位主持人 你經常說 他不是鄭家富 他叫鄭家富 不是鄭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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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善人 整顧你 他剛剛在旁邊走過 剛剛做完節目 做完節目 其實笑一下開心 是好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整個大社會 那個氣氛還是仇人慘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百業蕭條 現在酒吧又說不開了 酒吧14天 今晚開始 今晚才開始 今晚6點 對於你 我昨天聽到這個消息 謝謝你 確診了 才說關閉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當然不好 神經病 我昨天是這樣 對於酒友來說 我跟一個做美容和發營 因為他開一間美容院 開發營屋 我跟他說 麥哥 你做好準備 現在大家都說美容院很危險 他們說了一句話 我也有點意外 他說其實 停一停 反而是更好 因為現在 第一 反正都沒有人敢來 反正都沒有人敢來 第二 你停一停 如果疫症 叫做什麼 控制度 那還有個火鳳凰 叫大家再逢一聲 再衝上去 現在就叫做 又沒有人來 又不知道怎樣 你明白嗎 不明白 現在還夾在中間 不如撿了牆 反正牆都沒有客人 不如大家一起停 如果疫症這樣能夠控制 那還會有點生氣 我不用捱那麼久 現在這樣 你試一下 那些店鋪到八月九月 他不撿 每個月不斷乾給租 沒有生意 反而你說如果大家一起停 一個月 那就捱了一個月 那些叫做長痛 不如短痛 現在如果這樣不收皮 每個月這樣交租交租 又沒有人來 這叫做長痛 但其實政府完全沒有支援 對於美容院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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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萬 下年到 下年到 先完了疫情 都死了 臉壯肺 我們給臉壯肺 那些叫臉壯肺 林鄭加薪 那些叫衛民金 釣燃金 撫術金 真的很慘 很慘 現在不是哪個行業 其實每個行業都慘 不過有些人不能告訴你 那怎麼辦 酒吧不開 大家去哪裡喝 買回家喝 真的買一罐 哪有感覺 也不是那樣 就是自己做一個情景 例如那些吊燈 放在家裡 買一些吊燈回家 然後做懶惹情調 買一些吊燈回家 吊頸 不是 很有情調 掛在上面 不是 如果你一定要做也可以 不過問題就是 相比起氣氛 現場感 差很遠 但是沒辦法 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你餐廳 吃飯 都不跟在家吃 你的外賣 其實怎麼好玩 而且又製造這麼多 塑膠垃圾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 你最近 我想塑膠垃圾 以倍計 一定 因為外賣厲害 對 200倍計算 多了幾多 其實我上週發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我出去買外賣回來 可不可以在家裡煮食 我為何要出去買外賣 你自己選擇 一來一回我走過去附近 陳余張我想問你 你多久沒去煮食 除了自己在公司吃東西 煮麵 就是在英國回來之後也沒怎樣煮 有很多人未必懶 但工作很辛苦回家又不想煮 那就快點去買外賣 就算了 或者只是打個電話 麻煩你送來吧 沒有辦法 這是情史人的悲哀 沒有時間沒有心情享受烹調之樂 其實應該是你以前也有煮的東西 我也聽你說你以前也有煮的東西 我簡直是廚神 你煮什麼 我想問一下 我煮餐蛋麵煮得很容易 餐蛋麵本身就不容易 其實煮麵也有技巧 我煮熱水煮得很美味 煮得很美味 煮得很美味 煮麵沒有技巧 煎的不差 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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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得很美味 煮麵是有技巧的 煮得軟軟的位置剛剛好 煮麵當然有技巧 其實是有的 雖然很簡單 看起來很簡單 有多少人會講究 那些啲碟的技巧呢 你聽過什麼 現在煮即食麵 不要說是哪個牌子 即食麵 我聽過一個 因為你不要說公仔麵 因為公仔麵沒有公仔 我沒有說什麼 是會被海關捉的 因為它沒有公仔裡面 沒錯 沒錯 糟糕 整班飯沒有石斑 是 煮麵 我聽過朋友說 煮到差不多 立即夾起它 然後讓冰震一震 你有沒有聽過 爽脆一點 即是過冷河 是的 過冷河 還有有些喜歡吃軟一點 我喜歡吃軟麵 有些喜歡吃軟軟的 希望它還是小軟軟的 我喜歡吃軟軟的 如果是這樣 你更快要夾起它 然後讓冰震一震 兩分鐘 讓它不要跌入軟軟的狀態 即是鎖住了它的狀態 然後倒進去 一沖立即就要吃 不要擺動 擺動又不好吃 你這麼講究 是不是 廚師 整個即食麵 不是的 我聽過 我當然不會這麼糟糕 我們一月的時候 還沒有跟自己人去台灣 我介紹一些台灣的 因為今天平均日報多說 台灣就是台獨 我現在多說一些台灣 還沒有跟自己人去台灣 觀選 我介紹自己人買了一隻台灣的手信 很多人去台灣買的手信 就是買鳳梨酥 什麼鴨蝶 什麼鴨蝶 老天鹿 什麼海邊走走的彈卷 什麼微熱山丘 那些四方形的鳳梨酥 我介紹那些團友去台灣買的手信 叫做科學麵 你們有沒有聽過 沒有 科學麵你有沒有聽過 好像聽過 但我忘記是怎樣的 原來在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應該是 阿笨石你應該還沒出生 張石頭 幾年了 我想是二十多年前 你也是二十多年前 剛剛好 剛剛好出生 應該吃過科學麵 科學麵是一個牌子的名字還是什麼 還是烹調的 為什麼叫做科學麵 名叫做科學麵 好像複製麵 複製麵 即是公仔麵 名叫做科學麵 跟烹調的方式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對 它是比較細胞 一煮出來的味道 跟我們小時候吃的複製麵是一樣的 不如吃複製麵 不一樣 你現在吃複製麵 跟小時候吃的複製麵是不同的 味道不同了 配方改了 但香港有沒有可以買的科學麵 香港沒有可以買科學麵 所以那些團友聽到 我應該買什麼都可以買的 不是 先試試 試試買起林鄭有沒有人買 看看有沒有聽眾知道 你不幫你買起林鄭的 可以買 你不要說這些 我不用做電話出來 麻煩你 煽動 先說醫圖 立刻開你的手電話 又不用法寧搜查你 所以複製麵 我也買了一堆回來 每次煮複製麵 因為它比較小 用來宵夜就對了 好像印尼撈麵 那些尺寸 看了 再小一點 一口起兩口就吃光了 如果大吃的就吃三個 但很便宜 好像不用港幣2元 很快吃完一口 一口起兩口 那你燒飯也是貪口爽 就像那些雲吞麵 你不要吃得這麼快 這麼小的碗 是我這麼小吃 一碗去哪裡吃了 好像沒吃過 幾年前吃了35元 35元就前幾年吃了 現在不知道 在佐敦那間麥銀記 我昨晚就在那裡麥銀 吃了一碟牛腩 牛筋拌麵 30多元 五十多元 什麼尺寸 麥銀本來是30多元 你那是麥銀記 專門是麥銀的去的 不是麥銀記 我吃細蓉 其實是兩間 一間是麥文 麥銀 麥銀 還有一間麥兆記 我也被你弄亂了 麥銀 在天后 麥兆記 麥銀記 不關閉事 關閉事 全部姓麥的都是來自同一個姓麥 大家的祖先都是姓麥的 麥銀記 麥銀記 還有麥文記 是的 那些湯真的不錯 要喝完湯 湯是精髓 是的 我喜歡吃撈麵 我們剛才說吃東西的題材 因為我們從酒吧 昨晚6點關於職業 就不能去酒吧喝酒 是的 一早應該按 一早應該按 你這樣說 當然人家的從業員會覺得 我不用吃飯 我覺得酒吧的客人 是沒有美容那麼慘淡 是嗎 是的 我經常去 一星期兩次 我想問你 你沒有美容的 我沒有 但常理地推斷 你覺得酒吧危險一點 還是美容危險一點 我覺得好像美容危險一點 因為美容的確很近距離 他跟你做臉書 他沒理由站遠 找一支地拖棍 這樣對你 但美容就單對單 就算昨天我有聽你的節目 師叔說 就算起雙飛也是三個人 兩個人幫你起雙飛 一個起雙飛 Facial也是起雙飛 踏骨就有 例如你 大英漢堡 你知道酒吧的人流比較多嗎 酒吧就… 對 一堆人起酒吧就比較多 但現在的酒吧 我近這兩個星期去的酒吧 已經很疏落了 疏落的 我也是昨天下午去的 Happy Hour 因為昨天我有個朋友 在高等法院被判他要坐牢 我便去酒吧 解胃走 那個朋友不要說誰了 大家看報紙就知道了 肥肥的樣子很傻的 我便說 我們不要陷在落 不要踩到人的腳 我們就跟幾個朋友 他們有去聽審的 他們都很暗 但他不是好像說 有40天不吃東西 他打算說40天不吃 你不看新聞 他說因為表示不滿 所以他進去之後 有40天住吃 你知不知道 又是你的朋友 他40天住吃 是為了符合 現在基督教天主教的大齋期 現在是40天 你信教的人就知道了 因為現在不是慶祝 悼念耶穌 即是721就打死人 基督教教要40天不吃 40天 40天的 你會不會 我不會 那你還這麼大 不是不吃 是這40天 聽著很多恩典時刻的粉絲 我們40天去減少自己的娛樂 譬如你以前吃煙的 剛才你所說的差很遠 不吃東西和減少娛樂差很遠 我40天不吃煙 你接個結師看看行不行 或者我40天不吃肉 我吃斋 40天不喝咖啡 40天不喝咖啡 40天不想喝 那你40天不做什麼 40天不打飛機 你也是基督徒 你40天不做什麼 不說髒話 我這40天不說髒話很難 不剪手指甲也行不行 不剪手指甲也行不行 你捆了黑邊很可憐 40天不剪手指甲 你捆了黑邊很可憐 你說可憐不可憐 現在這個時期絕對不行 再不剪腳甲也行不行 更加不行 你看不到你的腳甲 那些手指甲長得好像印度媽媽星一樣 那些鬍子牛腦 那些什麼賣蜂蜜的元朗 八香賣蜂蜜的貿易 如果一定要你選一件事 他選了不剪手指甲 不剪手指甲 不剪手指甲 不喝咖啡 你根本就不喝咖啡 我喝的 每天都喝咖啡 我沒有見過你喝咖啡 有 我經常放在外面 我不是放進來 是嗎 我經常都很喜歡喝咖啡 你沒有放進來 那你沒有罐誰的 這罐也是我的 這個不是咖啡 這個是提神飲品 就是咖啡不拿進來 其他人放進來 不是這些小小罐的 我怕拿進來怕倒射 就是誠意 就是你越做一件事 你很喜歡做的事 即是你一個人的故事 你拿你最疼的動物獻血劑 你就會有華才 你真的要留意我的故事 我聽完這100個節目 我跑步沒有東西做 我就聽完這節目 那個故事 其實我是改編自Netflix的故事 那個故事其實挺人性的 就是拿寵物去血劑 對 就是你拿一種你最喜歡的動物 拿去血劑 那個媽媽最初很壞 他拿了他的兒子的狗 因為他其實對他的狗 沒有什麼感情 那兒子說 哎呀不見了 為什麼 他就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這樣想想 但他得來的回報很少 只有幾百元 問一些朋友 為什麼這麼少 你越喜歡那個動物 你才會越多錢 他開始就看著我家人 然後拿了那個兒子去殺了那個兒子 那你聽了一個人 我聽他 還有那個大哥回來 你有沒有聽 那個真的值得聽 聽了一集 聽了一集 不是聽是看的 聽是沒意思的 我一直跑步一邊聽 一聽完整季 有很多畫面 很棒 雖然他短短幾分鐘 但是那個對白精… 兩分多 兩分多 對白精連 黃浩宇 對呀真的厲害 大哥回來 比我去一次次熟 很棒大家一定要聽 你聽完之後覺得不枉此生 對 一定要繼續訂購 舞台劇就是要這樣 廣播劇就是要這樣 真的 鬼鬼都值得買 大哥回來 好 多謝你為本台宣傳 我們會記住 對 轉數派 轉數派 記住 記住 剛才去那個酒吧解惠酒 那些酒吧現在都很疏落 我昨天去都只有三台客 我們一台三個人 我和兩個牧師 那兩個牧師就是聽那個 昨天高等法院的聽審 牧師當然是有愛心 對嗎 我們三個人 另外還有一台兩個人 另外還有一台又是兩個人 三台客 總共只有七個人 不要算是酒吧 只是酒吧也有三個人 一個是酒吧 一個在外面招呼客人 一個在後面撿頭撿尾 一個在後面撿頭撿尾 招呼我們七個人 我們坐得很疏 不過有一個酒吧可能會危險 那一個美容院就是 你們真的會聊天 不停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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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美容院 除非那些女人都說話 不然戴了口罩 不說話 很靜地做 可能會少些口沒傳播 我聽過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喜歡做妝容 她說很多大陸人 其實很害怕 我媽媽還問那個美容師 她說我下星期回大陸 然後我媽媽 到現在都沒有幫襯過美容院 沒有做妝容 因為真的怕大陸人 小心點有些